租用游览车应注意,驾驶员每日自工作开始至结束之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每日最多驾车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 安全带上路及黄金60秒,搭乘大客车安全资讯之意。 本影片分为两个单元。 第一单元为安全带上路,说明安全带正确使用方法,以及发生事故时未细安全带的影响。 第二单元为黄金60秒,为您详细介绍当事故发生时各个紧急出口的正确使用方法。 一、未细安全带的严重性。 车辆行驶时,若突然刹车或发生碰撞,乘客会因惯性作用产生前冲的力量。 若未细妥安全带,将造成乘客在车内撞击或被抛出车外,引发后续的碰撞伤亡。 当乘客系上安全带时,车辆遭受撞击,它可以有效固定身体,避免乘客因碰撞造成伤害, 及被抛出车外。 因此驾驶人及乘客都应在上车之后立即系上安全带。 二、正确系安全带方法。 将安全带从腰部两端系牢于下腹部,以固定乘车人员。 系上安全带后,请注意扣带是否紧扣, 且不可有扭曲之现象,以达到保护的作用。 搭乘车辆都应在上车之后,立即系上安全带,以保障自身安全。 另外,请避免要求驾驶员在发车前过早到达等待及增加额外行程, 造成超时驾驶,过度疲劳,影响行车安全。 再来为您介绍紧急出口的正确使用方法。 黄金60秒,大客车安全逃生指引。 根据统计,当大客车发生火烧车时, 您能安全逃出的时间只有60秒。 搭乘时,请务必牢记紧急出口位置与使用方式。 1. 安全门的位置与使用方法 每部大客车车身左侧均设有安全门。 当意外发生时,请依照安全门标示之操作方法开启。 拉开保护盖,拉把手,即可推开安全门,顺利逃出车外。 2. 车窗急破器位置及使用方式 每部大客车至少配置三具车窗急破器 一具放在驾驶座,另外两具放在约车辆中段两侧安全窗旁。 使用时,取下车窗急破器,对准安全窗四个急破点,用力敲击。 即可推开安全窗,顺利逃出车外。 3. 车顶逃身口位置及使用方式 当车辆翻覆或落水时,乘客可以由车顶逃身口逃身。 使用时,依照车顶逃身口标示之操作方法开启。 先向外推开车顶逃身口,拉去塑料防护罩,旋转旋钮, 再将车顶逃身口向外推开,即可顺利逃出车外。 4. 自动门卸压阀位置及使用方式 驾驶人员因故未开启自动车门时,乘客可自行打开防护遮盖, 将自动门卸压阀开关转至开的位置。 待车门卸压下降后,即可徒手将车门往外推开,顺利逃出车外。 5. 灭火器位置及使用方式 大客车上的灭火器有两具,放置在驾驶座的后方跟车身中短。 使用时,拉开安全叉烧,拉皮管,压打枕,朝火苗根部,左右反射。 提醒您,搭乘大客车时因车型不同, 进击出口位置及开启方式会有所差异。 请大家依导游或驾驶人员的补充说明, 以了解本车的紧急出口位于何处。 坐在安全窗周边的乘客,请注意车窗急破器是否确实摆放。 为了您的乘车安全,请勿携带如瓦斯、 汽柴油、有机溶剂、爆竹等液燃物品上车, 以免发生意外。 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安全。 祝大家旅途愉快。 交通部公路总局关心您。